那个味道还是那块肥皂 大家好 我是奥劳 好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游戏叫做吸魔复活 那么这个游戏是这个卡表在1988年从这个阶级上移植过来的这么一款游戏 呃在最近几年呃 就是08年卡表又做了一个重置版 呃在这个pc上还有这个xport360 PS3呃都有这个呃这个高新的移植版 这个移植版呢 我我也想做一下可能以后有时间的话可能可以去搞一搞 那么这个录像呢在前不久呢我放过一个没有解说的版本 呃这个录像是一个速通的流程 我打了18分04秒 那么这个游戏的每一版的世界记录是这个15分29秒 呃我这个离这个世界记录有 呃两分半的一个差距 因为我这个打法呢做了很多折中的一些选择 呃并不是很极限的一个套路 好了那么废话就说到这里 现在来介绍一下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的名字 他在日版叫做希特勒复活 但是呃每一版上呃改变这个名字 呃叫做生化江兵呃因为 因为某些原因这个游戏的美版跟欧版呃抹去了很多纳粹党的一些啊标志啊 比如说还有这个呃 希特勒的名字也变成了这个master d 但是这个游戏的最终boss 那个头像跟希特勒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没有改变 呃顺便说一下这个游戏的美版跟日版的差距非常大 呃总的来说这个日版的难度是稍微高一些呃但是美版的话有某几个场景呃难度也是比这个日版要高的呃我只是说一个总体就是总体来说日版难度高一些 那么这个游戏的游戏背景是在这个一九八几年呃一个叫做帝国军的一个军团 他得到了一份纳粹党的一份呃这个机密文件这份文件上记载了一个纳粹党呃没有实现的一个叫做信天翁的一个计划 这个帝国军的总统怀之邦得到这份文件的时候就呃想去呃复活这个计划 领安邦军为了阻止这个计划呢派出一个超级英雄呃叫做超级桥呃去阻止这个帝国军的行动啊但是这个超级桥呢他在 呃做这个任务的期间呢失踪了那么现在这个游戏的这个主角呢是呃另外一个派出做这个任务的人呃他的名字呢我是真的不知道 好了那么这个废话的介绍就说完了呃这个游戏的进入了一个大地图的一个环境这个地图上呢有20个区域这个区域的呃白色的是敌战区呃这个红色的是这个中立区 好了现在这个游戏已经进入了这个第三区 前面一关呢已经拿到这个游戏最强的一把武器呃叫做火箭炮 这火箭炮的攻击力非常高呃可以呃一枪秒杀大部分敌人呃这个游戏还有另外几把枪还有这个散弹枪还有这个三叉枪 呃但是他们的攻击力呃怎么说 如果他们的攻击范围比较大但是攻击力不行顺便说一下这个游戏有点类似于那种rpg呃一样的游戏啊他有这个道具的系统 而且这个血量也可以升级这个游戏的血量升级是需要呃这个游戏里面的一些 呃子弹就是呃打怪也可以掉呃或者呃 过关的时候也会送呃十个这个子弹 比如说现在打的这个每一关的这个小boss这个小boss打死之后会得到十颗子弹 呃第一级需要这个五颗子弹 第二级是需要这个十五发子弹 呃每一级都越来越多 呃这个游戏总共可以升到第八级也就是说可以有八颗血 呃如果你要升满这个血量的话呃总共需要这个八百八十颗子弹非常多 好了现在进入了这个六区呃这个游戏虽然说他有很多的敌战区呃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区域都呃需要进入的 因为我现在打的是这个速通所以呃没有必要的区域是不用进的 因为那些区域只是拿到一些呃比如说防弹衣啊或者头盔之类的 你拿了那些道具只是浪费了一些时间 所以他速通了呃人不进的都不进 呃但是这个日版跟美版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呃美版在这个 就是这个日版15区有一个挡路的一个铁丝网 但是美版没有可以直接过去拿的呃 这个只有这个美版有呃因为日版跟欧版都有这个难路的铁丝网 他呃是需要在后期才能进入的15区 但是美版呢可以直接进入 好了这关呢是需要用一些卡位的像卡位一样的这种技巧直接卡上去 呃我也不知道这个是算不算bug 好那么这一关的小boss是一个大的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 呃这个火箭炮是呃对他没有伤害的 好直接干掉呃我刚才用了一个速通的方法就是 撞了一下这个大机器呃利用这个无敌时间直接干掉呃那台呃大机器 好那么又得到了10个子弹啊下面要进入这个14区而刚才那一关呢拿到了一个特别的通行证 啊如果上一关不打的话你是进入不了这个14区的 好这个14区呢是一个中立区 如果你在这个区域开枪呢 呃这个白色的这种兵呢会呃出来打你的 啊我刚才呢是故意开了一枪啊好这里拿到了一个通信器 那么拿到这个通信器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游戏的右上角这几个区域 如果不拿这个通信器的话是不能进入这一部分的啊就这边 那么现在我们要去这个9区好这里呢有一个问题就是 呃这台绿色的绿皮车 呃刚才我没遇到这个地方呢有点 我不知道怎么说有点随机性 呃有时候我都这么打 但是有呃有些时候能遇到这个绿皮车 有时候又遇不到这个我不太清楚是他什么机制 然后现在是这个9区 这个9区打完之后 可以呃得到一个新的武器 是这个三向枪 这个三向枪呢 是进入这个7区的一个必要的一个道具 好了 现在我这个路向已经升到了这个三级有三点血 基本上这个三点血 呃就到最后呃都是三点血 有可能升到四点血 然后现在进入这个9区的这个boss的房间 这个房间的这个boss的是一个帝国军的一个上位 啊其实不用打他的 这些呃这里要利用这个小兵卡一下这个无敌 直接干掉这个这个boss 然后打死之后国际惯例得到10颗子弹 呃不过这个第四级比较多 第四级应该是要60颗子弹 然后拿到这个三向枪之后呢 我们要呃去这个7区 啊这个速通要注意 选这个区域的时候也要呃尽量减少这个选择的时间 好现在遇到了这个游戏的一个野怪 这个野怪呢 他跟刚才不一样 他是一个重磅的一个关卡 这个关卡呢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具 这个道具可以呃接关 就是刚才那个像鹰一样 那个鹰像那个混豆罗那种呃 吃的那种子弹 好现在进入这个7区 这个7区的门口啊 有一个狼路的铁丝网 这个铁丝网呢 呃一定要用这个三向枪来把它打掉 呃刚才我为什么要退出去呢 因为呃这一关 如果你拿着这个三向枪来打的话 那个boss是比较慢的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选择 就是退出去 呃换成这个火降炮再来打这一关 啊还有这一关呢 有一条捷径的 但是我没有选择 因为那个呃上捷径的那个技巧 我没有掌握 所以我用了一个折衷的方法 就是走了一条比较远的路 这条呃远的路可能要呃 多用了几十秒 所以的话呃 还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的一个空间 好这一关的这个boss呢 还是这台机器人呃这个机器人 用这个火降炮是对他没有伤害的 所以呢还是用刚才那个方法呃卡业无敌 直接干掉这个这个boss呃 这个机器人只是骚扰你的一个敌人而已 好现在我们就出了这个游戏的 就是游戏呃 一开始我介绍的那个超级英雄 呃这个叫做超级乔 这个人呢 被这个帝国军呃将近了 应该是这么说吧 而这里有一些废话 就是这个主角跟这个超级乔呢 他有一些对话 你什么意思呢 我这个没有去翻译 你们呃能看懂的就看嘛 我也看不懂 这里说到了这个masterd 就是这个希特勒在美版的名字 好了 这里的这个桥呢 好像告诉我们的这个主角 这个敌人的总部在这个12区 所以现在我们呃要奔着这个12区去走 但是这里下面有一个18区 这个18区呢 可以得到这个桥的一个专用的武器 呃一个机枪 由于是这个速通 所以就没有进这个18区 直接来到了这个10区 那么这个10区呢 其实是需要一个通信器才能进来的 呃就是游戏一开始那个15区 呃我刚才说过了 日版是不能直接进去的 呃每版可以直接进去 所以刚才我没有去这个15区 呃如果你打日版的话 呃刚才就了这个超级乔之后啊 要需要到这个15区拿那个通信器 好了呃看到这种上楼的方式 我就想起这个邮具的一个问题 就是邮具这个量发比较慢 所以呃这个速通呢 如果我在模拟器上打的话 可能会更快一些 因为呃邮具的那个量发比较慢 好这里要抓住这个上面的这个墙壁 可以等右边的左边的那个一个平台 扶过来的时候 看到他的一瞬间马上甩过去 然后这里用到了一个赚钱的一个技巧 这个技巧呢可以更快速的往这个左边走 啊这里也有一个区别 就是这个日版是没有这种小的机器人的 呃美版有 所以的话 这个地方美版是稍微难一些 好 这一关的这个boss呢 呃跟这个挤虚来着前面的一关 呃反正这个游戏的这个boss都比较逗 很简单都是这么几两枪两三枪就秒掉了 好又得到了10个子弹 呃接下来要去这个11区 呃但是不是这个swatch 现在跟着这个绿皮车的这个菊花后面跟着他 如果你不跟着他直接去这个11区的话 你可以在呃这个刚才那条鞋的那条路上 遇到这个绿皮车呃会浪费不少时间 好那么这个11区是这个游戏最难的一关 呃因为这一关呃很需要用这个钩去抓上面那个墙壁 如果你这个手感不好的话 有可能就直接掉下去 好这里呃我本来想抓上面那个墙壁 但是没抓到 这里是一个失误 好这里上去之后了 呃就是本关最难呃甩的一个地方 啊就这里 呃我记得这里我是失误了 好这个失误了 直接浪费了十多秒 所以 这个是我这个录像最大的一个失误 好第二次挑战 啊其实这里有一个手感的问题 好这里直接刚才差一点的掉到这个火坑里面 这个最后那个是最难抓的 好了这一关的这个boss呢 跟前面的稍微不一样 还是这个三位 我不知道这个三位是不是都是统一的人 呃因为他们的这个样子都长得一模一样 好又干死了 这个不太难打 如果 呃你到了这个boss的时候 如果没血的话 呃需要把呃这个头顶上的那几个 那几台机器要干掉 要不然这个很难过去的 好这个十一区也干掉了 现在呢我们去这个十二区 呃那么这个游戏的 呃最后一关 啊这里要把这个防弹衣穿上 刚才那个十一区呢就是拿到这个防弹衣 而这一关下下来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bug 那个bug呢非常难卡 我一时半回还学不会 所以我就放弃了呃卡那个bug 直接呃走下来 然后这里有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呢有一个小boss 这个小boss的呃像前面那几关的那种boss 还是那种机器 呃这关有两个这种boss 呃为什么要打这个boss呢 因为如果你不打的话 呃在必要的一条路上有两个电柵狼 如果你不打掉那两个小boss 你是过不去的 然后现在直接下来之后呢 把这两个小兵杠死 然后甩过去 这下去之后到了第二个场景 啊这个右边的门呢 呃就是去刚才第二个一个小boss 好这里有个铁球 这个铁球呢 比较麻烦 我选的一个直接转一下 这个可能会浪费一点时间 呃但是这样做的话呢 比较稳定过这里 好这里呢要蹲一下 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受伤的 这里如果走慢了啊 这里也是失误了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比较蓝无伤的一个地方 很容易被呃这个电碰到 好这里是第二个小boss 把这个干死以后呢 就可以去找这个最终boss的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元首 我希特勒 然后这里抓这个直接抓上去 啊这个也是 因为你的量发快的话 上去是比较快的 但是这里呃因为这个电的原因是 你量发快慢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然后这里踩一下这个头 然后这里下去之后 就到了这个最终boss的一个房间 呃这里比较难跳 啊对了这个游戏 他没有跳的我都忘了说 这是一个没有跳的一个游戏 好 现在呢 已经来到最终boss这里 然后这个就是帝国军的总统 呃怀之曼 然后在这个培养业里面的那个就是 呃希特勒 他把这个希特勒复活了 等一下这个元首就出来 好这有些废话 这个怀之曼 好像不是打的 他直接死掉了还是什么鬼 然后现在我们的元首复活了 看一下看他长的什么样子 哇没穿衣服 要要这个要约约炮吗 哎呀我们的元首还是那么的帅啊 这个小胡子还是那么的性感 啊这里说啥呢我不知道 谁翻译一下啊 好了这里废话 对完之后就进入这个 呃这个应该是最终的一个boss 但是打死这个boss之后 呃还不算通关 呃那么这个boss呢最 呃最快的一个方法就是 呃一上来直接上去把这个boss秒掉 但是呃我做不到 所以我分了两轮来做 好刚才一个失误 我现在变成三轮 所以这里也是浪费了一点时间 本来两轮秒掉是最好的一个结局 好干死了 呃这个boss不算太难打 打死这个boss之后啊 呃这一关应该算完了 呃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血的话 你可以选择呃退出 这退出是怎么退出的 你可以按住这个游戏的a键 b键还有这个空这个开始键 三个键一起按住可以直接退出 呃每一个关卡 呃你退出去之后再回来就可以补血了 好这里呢 呃这个希特勒在这个这台机器上 刚才那个地方呢 呃需要呃怎么说 需要一枪打进那个控制室 因为这个元首在这个控制室里面 呃所以的话 我们的蓝同志啊 打首枪的时候 要这个百发百中才行 如果你不百发百中啊 你就没有了一条命知道吧 什么命呢 你们自己拆 呃你懂的 然后这里呢是一个逃生的一个环节 这个环节呢 呃给我们这个玩家的呃60秒 也就是一分钟 呃逃生 这个大气器是不用来打的 呃我们可以卡一个无敌 呃直接卡过来 好了这里通关了 好了出来之后呢 这个主角呢 他好像说这个桥还没出来 结果这个主角又返回去 呃去救这个桥 呃这里有些士兵在说啥呢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情 好了这里我也不翻译了 嗯 这个主角有没有死的 大家没有死的 对吧 肯定救出机友嘛 这机友肯定要救出来的 因为这个网上还要干活的嘛 好了这个敌人的这个基地也是爆炸了 好 这个游戏通关 好了这个远方呢 看到一架飞机呃飞了出来 呃下面呢就是我们的主角跟这个 这个桥 这个主角呢救出了这个桥很明显 好这个游戏 后面还有一些剧情的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我的解说就到这里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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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优独播 优独播